小湛于2020年 与前夫李静良正式离婚 并共同照顾16岁女儿雷玛 近日在节目中 她让算命老师看首相 对方断言她命中有两个孩子 暗示未来可能有新对象 以及多一个小孩 算命师提到 她的婚姻容易吵架 建议理解彼此的优缺点 可以改善关系 当被问及是否还会有小孩时 算命老师给出肯定回答 让现场气氛瞬间转变 梁鹤群还夸张的形容 她的婚姻就像一场龙卷风 还会有小孩吗 所正显身应该是会有两个机会 事后小镇坦言 对算命结果感到惊讶 但仍抱持正面态度 期待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对象 关于再生一胎的问题 她抱着开放的态度 并没有完全否认 但认为如今女儿已经16岁 现在要再生一个小孩的话 确实有些困难 hog惊讶 居无疯 偶尽 火车 火车 火车